為富裕台灣國寶樹牛樟及降低氣候變遷造成全球暖化等問題 預設計權股份有限公司3月4日下午 在豐利國小辦理2016一束百貨樹齊放 校園國寶樹植樹公益活動 邀請縣內其他9所小學派遠道場觀摩 並發送每校4顆牛樟樹苗一同響應植樹減碳 它更需要被保護、被照顧、然後被富裕、長大 所以在學校有小朋友來做這件事情是很有意義的 為什麼?因為從小開始教育為什麼要種樹? 因為它對整個環境保護、對所有的氣油變遷 包含這棵樹的成長過程當中所帶出來的這些 我相信會有很多感動的故事呈現出來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在校園去做這件事情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動機跟用意 陳宇華表示 4月份將在前往這10所小學裝設微型感應器 並於7月份推出手機APP 民眾只要開啟程式後靠近微型感應器 就可顯示牛樟樹的生長資料及環境數據 這天上午稍早 議長柔慶林也和議會職員 在會區庭院種下6顆牛樟 支持這項富裕國寶樹的行動 古盛點採訪攝影